最近我胃不太好 经常刷着刷着手机 就听到胃发出了叮咚叮咚的声音 必须要做视频才能好 所以现在掌声欢迎 16大Switch B满实体版游戏 夏 跟前8名 健身还先退下 客客气气 其乐融融的氛围不同 第9到第16名这个区间里 大家都非常的优秀 难分伯仲 其实夏威圈的厮杀才是真正激烈的 第16名 宝可梦剑盾 不得不说宝可梦这个IP是真的很能卖 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新入Switch的话 宝可梦一定会是装机必备 而且我觉得它确实非常适合 没有体验过传统宝可梦的玩家来入坑的 新手引导很细致 战斗也不难 宝可梦几十年不变的核心玩法 抓 培养 战斗的冒险养成 还是依然非常让人上瘾 但在一群人眼里 这个第16名主要应该理解为 倒数第一 那就是把宝可梦当作正经RPG对待的单机玩家 主线剧情和角色刻画都像白开水一样随意又平淡 城市和荒野很空洞 缺少细节 加上战斗特别简单 导致一整个主线过完 好像和白开水一样 没有任何味道 宝可梦图件不完整 确实也很致命 但也是对于宝可梦粉丝来说致命 即便是没有缺图件 如果把它单独拿出来和其他RPG对比的话 几乎也还是处处白开水 话说回来 宝可梦们本身还是相当有魅力的 如果你喜欢宝可梦或者网上对战的话 还是可以算上DLC一起买回来玩一玩的 但是呢 对于只想玩单机游戏的玩家来说 那还是看看我推荐的其他RPG吧 第15名 塞尔达传说《知梦岛》 我现在闭上眼睛回忆《知梦岛》 依旧有一种在梦里面的感觉 再没有一个游戏的画风 是这种黏土小人的感觉了 这宣传片 乍一看 仿佛是一个俯视角的动作RPG 但其实 这完全是一个靠动脑的解谜游戏 找道具 进地下城 找钥匙 开锁 打BOSS 然后循环 虽然画风可爱 但是内核深奥 身体是小孩 内心却是大人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是非常小巧精致的一个游戏 为了解锁好多东西 你得在岛上找海螺 海螺不在水里 而在土里 我个人认为《知梦岛》还是非常适合 Switch的新玩家首先来选择游玩的 游戏不难又很有意思 十来个小时的流程特别短 基本上也等于是做了一晚上的梦 第十四名 喷射战十二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竞技类的射击网游 有4VC土地模式 排位模式 PVE打工模式 和单机模式 在一般的射击游戏里 一群男的拿着枪 对着人头射子弹 但是在Splatoon里面 可爱的乌贼娘拿着水枪 对着地喷墨汁 游戏是按徒弟的面积计算胜负的 所以只要你开枪 哪怕打不到人 也是对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 用枪射击打中敌人很有快感 但把地面染成一个伞 更是天然有一种奇妙的爽感 这个创意真的太厉害了 太懂我们了 反正你们一个个的玩射击游戏 总是看着地板 又打不到人 干脆算你们打地板也有效 Splatoon继承了老人一贯的 易上手 难精通的传统 徒弟输了也不会有很强的挫败感 大不了就是 一败徒弟 而且还挺容易赢的 因为场面非常混乱 新手也可能靠神奇的走位 图报对手 非常容易上赢 这个游戏可能最大的阻碍 就来自于语言和网络 它是没有中文的 不过很多论坛都有游戏内容的翻译 菜单也不难 网络就麻烦一点了 要配置加速器什么的 不过网上也有很多免费的办法 折腾了半天就为了玩这么个设计游戏 值得吗 值得呀 别吵了 第13名 这个游戏我在本地双人游戏推荐的视频里面有讲到过 那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单人游戏 真的 不酸 不骗人 它的武器是吸尘器 大家都有的 它可以把同样可爱的小鬼们吸进来 还可以吹风 转动各种机关 还有我最喜欢的 马桶踹子 我说过的 这个游戏非常适合女生 地上15层楼 每一层都是不同的主题 有商场 电影片场 海滩餐厅 剧院 藤蔓覆盖的庭院 这个创意 真的只此一家 找不到类似了 所以 这还真就是一个走过路过不能错过的游戏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操作起来有一些不听使唤的话 不要怀疑是自己菜 这还真就是游戏的锅 操作这方面它确实没有做太好 所以呢 请放心游玩 使用悬浮双刀的战斗机械女仆 和超长腿抖S双枪欲解 现在也有制服警察 用锁链牵着她带着项圈的奴隶一起战斗 第12名 一届锁链 百经工作室总有办法创造一些 打起来非常痛快 很有style 又很奇妙的动作游戏 一届锁链的奇妙就在这个锁链上 你要同时 一只手操纵你 警察 另一只手控制你的半自动跟班 其实就是替身 听起来好像特别混乱 其实熟悉了以后就像这样 左手画方右手画圆 这个锁链本身也有很多功能 你可以把替身和敌人绕起来捆住 也可以用来当半马锁 把冲刺的敌人半倒造成巨大硬直 还能用来移动 而且替身也有好多种 用剑的呀 用弓的 像狗的 可以一边战斗一边切换 用各种技能打各种combo 在混乱中快速策略 非常好玩 这个游戏战斗之间的任务啊 确实有些拖沓 但就单纯为了这个替身战斗 值得一买 先说明一下 Minecraft我确实是不太会玩的 这个游戏目标不是特别清楚 把我扔进去以后 我就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了 而DQB这个系列 好多人觉得它是Minecraft的换皮 其实不是的 它是DQ的换皮 这个游戏比起一个沙盒建造游戏 更像一个非常完整的RPG 只不过是围绕着建造的RPG DQB2里面有完整的故事线 循序渐进的解锁建造的配方 最重要的是 还有特别可爱的角色 我们扮演建造师 而不是勇者 拯救世界的方式 就是在这个因为邪恶力量 而变得荒芜的世界里 建造东西 在草原建造农场 在西部建造矿井 在雪原建造城堡 自己制造武器和装备 去外面打怪冒险 而且这个世界也是充满秘密 探险起来非常好玩 伟大的游戏 塞尔达传输 《旷野之息》的出现 带给了大家很多的灵感 其中最容易模仿的一个 就是花香伞 DQB2里面有花香伞 哇 花香伞用起来太开心了 就应该每个开放世界都来一个 随着你逐渐增加镇子上的设施 镇子也会吸引来更多的居民 他们中很多 不仅是特别有意思的角色 有独特的任务和对话 所有镇子里的居民 也会根据你建造的房间 去自动完成任务 你还可以建厕所 然后定时回去收大便 你建造的不是一个个房子 而是一整个社区 看着满地的村民 都生活在你建造的小镇上 使用你制作的工具 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当然像Minecraft那样的 杀盒模式也是有的 我本来通关以后也蠢蠢满志 像造点什么 但一连网看到别人的成果 就彻底泄气了 回来造了一个纯银的厕所 就歇菜了 第十名 超级马里奥制造2 可以去玩全球玩家制作的关卡 也可以自己制作关卡 这就是传说中 你行你上的游戏 有网上的大神用马里奥制造 硬是从一个2D横板游戏里 做出了一个看起来像是 第一人称的3D RPG游戏 通过控制真正的马里奥 进入前后左右的管子里 左上角的画面就会相应的移动 编辑关卡不在行 没有关系 买马造回来玩一玩 别人做的关卡也够回本了 排行榜上有特别多精彩的关卡 太厉害了 在任天堂设计的系统里 打败了任天堂自己的设计师 制造出一些堪称杰作的关卡 比如这个 一直在排行榜前列的一个关卡 核心快感来自一称到底的故事 很必精准操作 非常流畅爽快 作者还贴心地给出了过关指引 标注出了起跳的位置 扔球的区域 过关之后 只想给他一个大大的赞 平安 你细平安 一说别人的关卡 你就挑肥减瘦 一到自己的关卡就 哎呦 卧槽 有人玩了 哈哈哈 P so much shit 呀 赶紧下岗下岗 第九名 勇者斗恶龙11s 寻规 《寻觅逝去的时光》 决定版 我觉得说起勇者斗恶龙 Dragon Quest DQ 大家一般想到的都会是那个卖冰淇淋的DQ 最正宗 最好玩的一部 王道到什么程度 命运之子 公主 青梅竹马 失忆 大魔王 简单回合制战斗 锻造 赌博 这些 都有 没有任何一个机制是你在其他游戏里没有见过的 但不要觉得这是缺点哦 这些元素只要处理的好 最老套的桥段也有十足的分量 最像母版的角色也能让人共青 DQ11这种王道日式角色扮演的完全体 就像一把传统工艺锻造的剑 所有东西都会反复锤打 折叠 再锤打 Switch版又比PS4和3DS版增加了好多内容 可以说是JRPG玩家在春梦里都会梦到的游戏了 还有一些游戏必须拥有姓名 神界原罪2 巫师3 上古卷轴五天际 DOOM 这些游戏都是可以在Switch上面玩到的 而且非常的好玩 如果你实在没有其他主机或者PC的话 那么这些游戏你就不能够错过了 而且除了这两次盘点的16款游戏之外 Switch上面还有很多发光发热的下载版游戏 已经没有说到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单独做一期视频 来说一说他们的 留下你的三连 小银子祝你早日脱单哦 小银子祝你早日子 感谢观看